梗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 作为网络用语 起初是使用于流行事物中的笑点 后来又逐渐引申出很多 小到故事片段 大到历史事件 有的很好笑 让你鼻涕泡直冒 有的埋着身 写得绕 急得人直跳 有的昙花一现 令人生艳 有的活灵活现 百用不厌 可说是老梗烂梗千日传 至今已绝不新鲜 江山带有名梗初 个灵风骚 数十天 其实梗这个东西 作为一种小众文化 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你跟不玩梗的人说 就很容易引起起弃义 像什么 战斗力只有我的渣 当然是选择原谅他 这两句其实还凑合 还有什么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性别不同怎么恋爱 这些话如果你在家里讲 说不定会被你爸妈 打得是首尾两开花 再比如说游戏里的那些梗 你与不玩这游戏的人讲 可就很难让人懂 不过呢 也有些非常经典的游戏梗 甚至跨越了原本的载体 即使你没玩过 听也是听过的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说 那些游戏中 经久不衰的梗 第五名 狄修 你去拖他衣 这句话 直接说 还真的是有点尬 这句话呢 出自光荣的知名系列 真 三国无双 说到这个系列 不知你是否注意过 三国无双 美版和日版的版本号是不一样的 美版的九对应的是日版的八 美版的八对应的日版的七 我就是比你大一级 你说你气不气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无双系列的第一款产品 发售在PS平台的三国无双 这个时候啊 它还不是个割草模拟器 而是格斗游戏 可惜做的是不进入人意 还没火就已经过气 之后光荣改编开发了真三国无双的一代 而美版呢 则是把三国无双当作一代 版本号差异由此而来 咱好像有点扯远了哈 说回这个梗 这句话呢 其实就是日语 的空耳音译 原意是笛教已经被我消灭 你看这个原意呢 就不比音译那么有趣味 那由于这句话的音译啊 简单粗暴 一经发掘 它就C位出道 哪怕你没玩过 都知道这个口号 甚至有汉话组啊 直接就用音译在游戏里翻译的这句话啊 如此之皮 不禁让人嘖嘖成刀 第四名 来牌昆特牌 正所谓天街夜色 凉如水 不如来牌昆特牌 正是江南好风景 不如来牌昆特牌 昆特牌 本是乌十三内置的一个小游戏 就像如龙岭里的四驱车 JTA里的高尔夫 大飘克里的德州普克 本都是游戏的天头 天头嘛 为加重分量而额外增添的东西 说好听点呢 就是锦上添花 可谁曾想呢 昆特牌竟然能喧宾夺主 反客为主 做了巫师的主啊 因为游戏的设定呢 可以让你和任何NBC随时玩昆特牌 这时候就会出现 JALOT 我的女儿被抢刀抓走了 不来牌昆特牌吗 来就来 这种场景 这下子女儿也不救了 老婆也不找了 战士们丢了戒 杂货商关了店 过路人放下了手里的面 就为了陪你玩玩小卡片 真是老婆诚可贵 女儿价供高 若为打牌顾 二折 其也可抛 后来开发商CDPR 还真把昆特牌独立出来 做了个卡牌对战游戏 那不前阵子嘛 又在这个独立游戏里面 做了个单机巨情 RPG里打牌 卡牌游戏里RPG 波兰处理名不许传 第三名 直到我膝盖中了一剑 经典名格 出自上古卷轴舞 天机 全句是 我以前和你一样 是个冒险者 直到我的膝盖中了一剑 这句话出自游戏中的 卫兵之口 其实没有什么深意 但是因为NPC嘛 就那么几句台词 你反复的对话 反复的听 就听出了感情 是日里思日夜里想 搞得这句话 都有了思想 这句话用法就是 我曾经咋地咋地咋地 直到我的膝盖中了一剑 后面这句表示 对前面的否定 例如 我曾经也是个胖子 直到我膝盖中了一剑 我曾经不想刻金 抽纸片人 直到我膝盖中了一剑 其实上古卷轴舞里 还有很多经典语录 像什么 我可能是条龙 只是我自己不知道 我曾经是个女人 现在却垂垂老矣 还有什么 听说你有张小甜嘴 等等 但是这句话都没火 唯有膝盖中剑 一颗独苗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不对啊 上古卷轴这花开了呀 开得还挺花团紧促 枝繁叶茂的 那狮之冬鱼收之丧鱼 也不对 反正就 第二名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不光有鸡 还有包子油条 煎饼麻花 羊肉烩面 凉拌黄瓜 吃煎炒烹炸 六煮三塌 不管你是修死送玉 还是碧月修花 都让你吃的是油光赠量 我跑题跑的是找不着家呀 这句话出自电影《绝胜21点》 后来被游戏绝地求生啊 用于胜利见面 随着游戏的大火 这个梗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多少人为了吃一回鸡 哪怕是焚高济贵 都无怨无悔 这话呀 在电影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几十年前的 拉斯维加斯赌场 赢一次呢 最低能得到两块钱 而一份鸡肉饭呢 是一块七毛五 赢了就有钱吃鸡肉饭 赌钱的时候喊这句呢 意味图个好兆头 就跟玩游戏时喊 这把我过不去我自攻 是一个意思 吃鸡这两个字 也跳出了绝地求生本身 现在基本带指一切 大逃杀类型的游戏 要我说啊 虽然听起来有点别扭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说的时候 别带些什么助词 类似于 社长啊 哪儿是天眼放下在家 也不出门干啥呢 在吃鸡吧 第一名 上上下下 左右左右 BA 对 你没有听错啊 就一个BA BABA其实是个误传 这段秘迹呢 大多数时间被称为 混豆罗30条命秘迹 可想而知 它是因为混豆罗这款游戏 被人熟知 但最早啊 它出现在科乐美的另一款游戏 宇宙 巡航剑 当时一位叫乔本 喝酒的人 负责把这款游戏 从街机移植到家用机 移植就得测试爸爸呀 奈何乔本又是个手材 连第一关都过不去啊 那还咋测试呢 于是呢 它就加了个秘迹 输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就能获得全部的装备 通关也就不累 工作效率加倍 晚上也可以早睡 你看 做了个B 少遭了多少罪 等游戏发售后呢 这段秘迹就保留了下来 至于是忘了山还是没想山 就不得而知了 之后在浑豆罗里 被人熟知 科乐美把这个秘迹啊 用于旗下一百余款游戏 像什么 忍者神龟 恶魔城 沙罗曼蛇 核心装备 等等 由于太出名 你还能在各种其他媒介 看到这个梗 比如电影 《无敌破坏王》 再比如加拿大银行 150年纪念抄的页面 输入这个秘迹 会下起 钞票语 还伴随着 八位版的加拿大国歌 如果你还在什么 其他的地方 见过这条秘迹啊 不如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其实游戏里 有趣的梗 远不止这些 所谓排名 也只是我随心而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 最中意的梗 和永远 不会忘去的记忆 1000个人眼里 有1000个哈马雷特 1000个人 有1000种的口味 就像逆风啸爱吃面 社长他作米线 木爷撸肉串 星星嚼大蒜 都来把炒鸡蛋 五叔麻辣斑 还有弯弯 叼着包子门口站 哦对了 还有我是吧 我喜欢硬币 收藏和点赞 那么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